老秦妹有好几只螺耶 看到没有 哇这个螺好漂亮啊 哎呦 哎呦 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张啊 今天来港海了 现在是下午3点来钟 看后面这个潮水啊 已经推到特别下面了 今天是大推潮 我们下去看看 它这下面有只扇贝啊 不知道被谁走路过去 应该是 才碎掉了 看这个扇贝这个地点好肥哦 我的妈呀 你看看 哎呦 好大的这个贝猪 这还是这工的呢 我这铲碎了 咱就不要了 今天这个腿打仇 应该货很多 哇 哇 你看这个石块上 这个小螺好漂亮啊 这小螺太小了 咱们再去看看别的吧 看到石块 咱们就继续翻啊 哇 这下面有八爪鱼 小胆腿的 两只 哇 这个小胆腿好肥啊 你看 在这里 这只变色了 哦呦 你看你看直接 刚刚是深色的 直接变成这个 白色的了 好漂亮这一只 哇 嘶 特别的好看 太刮了 这只个头不错啊 可以带走 这只比较腼腆 也不爱动 两只一起上货 哇 这只吐沫了 看 吐沫了 感觉它要不行了 一般吐完沫的暴掌鱼 精力就没那么旺盛了 你看又蜂蜜没汁了 什么情况 刚刚刚 这是它的嘴巴 看 放到水里面 再吸吸水 这只直接带走 哇 你看 它这个脑袋 好大呀 哇 这只也吐沫了 蜂蜂鱼生气了 哎呀 你看 这里面有大米 看 这只蜂蜂鱼 脑袋里面 就是它的暖 两只都带走了啊 说了 上货了 哇 前面又好几只螺耶 看到没有 哇 这个螺好漂亮啊 看这什么螺呀 这是个什么螺 这要是活的 这个肉得很肥啊 看看 哇 里面是空的 这是螺壳 不过这螺壳 个头不小啊 你看 个头不小 比我的手掌都要大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品种 你看 这螺壳 还放水呢 这里有个洞 不过这螺壳 还行 你看这里的纹路 带走啊 这后面还有好几只 不知道哪一只是活的 它这就是活的吗 哇 也是一只螺壳都碎了 破了 回家当个装飞品吧 这边又一个 登登登登 哎呀 也是个空壳 看看吧 看看 也可以做个鼠工 飞物利用一下 哇 这边这个排水口放鱼了 你看这个鱼直接被冲上来了 这头还挺大的 哎呦 你看 哦 你看一直在挣扎 这条鱼个头不小 你看 比我的脸还要长 那里面还有一只哎 哦 这只大龙虾往里爬了 哇 这只还有一只大龙虾 我先把它拿出来 哇 这大龙虾个头好大 看 个头真不错啊 大龙虾也直接收走了 放到图里面 看到没有 这底下一条鱼 这条鱼有劲 可以逆流而上 哇 看 哦 我的妈呀 震动的太厉害了 哎呦 哦 好 这条鱼真有劲 哎 下去了 再我回排水口里面 哇 这条真的是可以 出了 哎呦 别跳出来 哇 别别别别 咱那水养了 放到桶里面 环境很舒适的 哦呦 哇 这条鱼太生猛了 先带着 我们再上这旁边看看 快过来看这底下 哇 好大的一只八爪鱼啊 你看就很肥的样子 我的天 你看 这是这长腿啊 你看这个出脚 这个锡盘很大呀 哇 张开了 让他给他看看 哇 这真是可以 看那个脑袋 好大呀 吐水了吐水了 天啊 这只大宝头回家直接做成一盘就够了 过过瘾 这盖头 上货上货 睡了 这边这个十分钟间 我又发现了一条八爪鱼 这个在这个夹缝中间了 出来 登登登登 这也是大长腿 哇 个头也是真不小的 比那条个头稍微小一点吧 但是也不错 这样的个头已经就很满意了 你看这这条腿断了 这条腿断足了 你看 好可惜啊 不过还行 很鲜活 受了啊 十块底下 看看有没有货了 哦 一只小海鲜 哎呀 还有一只这种沙铲 看 看这个东西有点圣人 它这个东西可是好东西 嗯 这个给它放下面去吧 咱就不要了 今天我们的赶海很愉快啊 收获的还真不少 有鱼 大龙虾 八爪鱼也不少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